这是我留在陆文生身边的第三个年头,两年来的每个日夜,我都是在陆家别墅的地下室里度过的,当年苏瑶远走高飞后,陆文生就将我当作他的替身,把我锁在这里,长达两年,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他那恶魔般的低语,你得把瑶瑶赔给我,用你自己来赔。 他时常留在我这里,抱着我睡上整整一夜,他对我做过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在昏暗的夜灯下,卡着我的脖子,仔细端向我的脸,仿佛想要看清我和苏瑶所有的相似之处,但我不在乎,我只会轻轻勾起一个笑,将他的嘲讽悉数收下,或许是我足够乖顺和迎合,陆文生终于在一个月前将我放了出来, 他命人在偌大的陆宅里,为我收拾出一个小房间,允许我去花园里晒晒太阳,即便如此,我的活动范围依旧只能在陆家别墅里,每一位庸人都是监视我的眼线,他们表面上恭敬温和地喊我。 夫人,背地里却将我一整天的行为一五一十地报告给陆文生,于是我变成了真正的金丝雀,被浇养的兔丝花,除了看书浇花,就是学着怎么烹饪和陆文生胃口的饭菜。 夫人,每天照镜子的时候,我总是习惯性地数着身上的伤痕,那些瘆人的伤疤大多数是两年前留下的,那时候的陆文生是个活颜望,将他对苏瑶爱而不得的愤恨尽数发泄在我的身上,那个地下室更像是座精致血腥的牢笼,尽管如此。 镜子里的我,却冷冽地笑着,或许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我就能找到机会卸下陆文生的心房,找到这个东城最大犯罪集团头目的犯罪证据。 陆文生所掌控的金灵集团,其前身正是恶名昭著的暴力组织玄派,陆文生的父亲陆远,便是玄派的创始人。 陆远早年,从一个游手好闲的街头混混到后来,搭上了时代东风的便车,摇身一变成了东城富商,手底下自然有许多不干净的生意。 而继承到陆文生这里,这个黑帮起家的金灵集团已经成长为涉及五大领域的中型企业,除了暴露在阳光下的产业,金灵集团内部更存在着私人贷款、传销、娱乐、甚至电炸等黑带。 陆文生不是什么温室里的公子哥,他是父侍亲,架空旁系,最后彻底接管了金灵集团,他本人也被洗白成劫出企业家。 而我便是警方安插在陆文生身边的卧底,这个世界上知道我卧底身份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我的上级,另一个是我死去的同僚,还有一个,我正在出神。 管家已经敲开了我的房门,他恭敬地递上一个手机,夫人,先生找您,在陆家,我是不被允许跟外界联系的,我面无表情地接过那部手机,将它放在耳边,晚晚,男人嗓音低哑,鼓意极深,我知道,那是催着毒的地狱来因,收拾一下自己,今晚带你出去,我心底微压,却没有多问,只是轻声回应,好的。 陆文生挂了电话,而我也起身梳妆打扮,我并不知道陆文生要带我去哪里,场合是否重要,又是否有我能捕捉到的线索,抛开这些不谈。 这是两年来我第一次能出门透透气的机会,今夜总归值得期待,直至我挽着陆文生的手臂,走进富丽堂皇的盛宴厅,看到人群里众星捧月的苏瑶,我才意识到,这是为苏瑶接风的晚会。 我不该来,不仅仅因为苏瑶是陆文生心肩上的白月光,更因为他,就是知道我卧底身份的第三个人,从骨头深处滋生的痛楚一直蔓延到心脏,像是某种后遗症,疼得让我有些喘不过起来。 在我竭力抑制住身体的颤抖时,苏瑶也注意到了我,他乌发红唇,媚骨天成,美艳不可放物,连带着发丝都是精致的,只是现在的他,神情是淡的,眼底是冷的,此刻正直勾勾地盯着我看,他这一眼瞧过来,无疑连带着在场,众人的目光都投注在我身上,陆文生仿若未觉,神色不变,他看着苏瑶, 嘴角挑了挑,嗓音低唇,苏小姐,久违了,苏瑶笑得风情,踏着高跟一步步踩过来,俏皮的朝露文生眨了眨眼,他指尖俯上他胸前的西装,挑逗意味十足,两年不见,文生哥怎么跟我生疏了,你从前,最喜欢叫我摇摇了,语气无辜,仿佛两年前毅然毁掉他们之间的婚约后,潇洒出国的人不是他, 陆文生没有说话,只是定定地看着他,苏瑶歪了歪头,视线转到我身上,上下打亮着我,像是在看什么脏东西,为了遮盖住身上的伤痕,我今晚只穿了一件断面长袖礼裙,这就是你给自己找的新玩具,连侧脖上的印记都跟我的一模一样,真是费心了,他笑得花枝乱颤, 自然不知道,他脖子上的是胎记,而我脖子上,是陆文生亲手烫出来的疤痕,最开始是用燃烧的烟头,后来他发现烫疤消得太快,就改用高温的烙石,位置跟他的胎记分毫不差,我面无表情地看着苏瑶,下一秒就被他用一旁托盘上的香槟泼了满脸,他语气冰冷,文生哥哥,现在我回来了, 再衬心的玩具,也该扔了吧,席间的众人先是一片死寂,随后都看热闹般的笑出声来,我抬手,眼住面上的狼狈,而陆文生只是饶有兴致地看了我一眼,随后接过苏瑶手上的杯子,语气淡漠,摇摇,这样太没礼貌了,苏瑶皱了皱眉,你现在是为了一个只配待在垃圾堆里的货色来指责我吗? 他像是真的怒了,靠近几步,凑到我面前,仰手打开我遮在面前的手,挑起我的下巴,神情讥讽,口型却只有两个字,快跑,我愣住了,下一秒,火辣辣的巴掌就落在我的脸上,苏瑶拽着我的头发往宴会厅的大门拖去,脸上堆满了疾恨,用极其尖利的声音吼着,滚出去,我不想看见你, 没有人上前制止他,包括陆文生,他们神情玩味,只当他在发大小姐脾气来宣示主权,眼睁睁地看着我像小丑一般被苏瑶拖着扯着,我忍受着头皮处传来的剧痛,跌跌撞撞地被拖到大门口,身体失重,双手撑地跪了下来,苏瑶俯下身,一只手掐着我的脖子, 另一只手将某个物件塞到我的手里,他以一种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的极低音量对我说,沿着天鹅湖一直往西跑,有人会接你,我飞速看了陆文生一眼,摇摇望去,看不清他的表情,只能看见他微微摇晃的身影, 他正准备往这里走来,苏瑶又重重推了我一把,将我推得更远一些,他眉梢一条,眼神分明在说,还不走,而守在门口的陆文生的保镖依旧无动于衷,他们似乎十分笃定我已经成了陆文生的狗,就算狼狈落水,也只会跪在原地祈求他的垂帘,我并不清楚苏瑶这么做的意图,但他回来了, 我也就失去了价值,留在陆文生身边只是屠树折磨,我最后深深看他一眼,轻声说了句,保重,然后转身飞速扑进浓厚迷蒙的夜色,我深知苏瑶不需要我的保重,我身上至今仍清晰可见的伤痕都证明了一件事,陆文生是他的信徒,他不会伤害他的,所以直至身后的纷乱声响起,我都没有再回头, 沿着天鹅湖一直往西跑,尽头是一片薔薇花丛,星星点点的车灯从花丛外透进来,还伴随着轻快的口哨声,薔薇丛声,清惊多次,我不管不顾地穿花而过, 看见一个男人还手立在车前,身高容貌,举手投足间都跟一个人十分相似,我心脏一紧,见了我,那个男人一改疲态,严肃起来,他朝我点了点头,快速确认着我的身份,躺完。 我不着痕迹地移开目光,二话不说,拉开后座车门坐了上去,男人驱动车子,十分稳妥地开出了这片富豪山庄,我不动声色地盯着那后视镜里男人的脸,沉声问,去哪? 他依旧专注地开着车,嘴上答道,苏小姐让我送你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到时候他会来见你,我笑了笑,散漫开口,当着陆文生的面把我放跑,他还能安全脱身,那是苏小姐的事。 文言,我也不再多说,靠着后座闭目养神,环山公路,崎岖不平,直至感受到车子停下,我才掀起眼皮,一眼就认出了这里是什么地方,苏家是东城世家,名下房产无数,无异不是别墅豪宅,眼前却是个称得上破败的小房子, 仿佛深山里的一间林中鬼屋,夜色黑尘,山野寂静,虫鸣消隐,风吹过,屋门前吊着的风铃便叮铃作响,那是两年前苏瑶亲手挂上的,我熟忍地从窗槽缝里掏出钥匙,开了门,独自进了屋,借着月光四处看了一圈,这里依旧保留着两年前的样子,逼着却不见灰尘,像是被人细致的清理过。 我没有给那个男人留门,脚一抬一踢,门便关上了,我长久地舒了口气,身子躺倒在一片竹枝碎草铺成的,床,上,任由易事浮沉,睡了两年来的第一个好觉,苏瑶没让我等太久,只过了一夜,天光见亮时,他就来了,我盘腿坐在屋前,摆弄着早已枯败的花。 等候多时,日光下的军龟山草木漫发,春山渴望,苏瑶从车上下来,身上已经换了简约的便服,他目光平静地朝我走来,我随便抄起地上的一根树枝,指了指他,别动,苏瑶真的没在动,他懒懒地举起双手做投降状,语气有些无可奈何。 Madam,我是梁敏,我凑近他,双手从他的肩头往下摸索着,腰部,臀部,腿部,甚至鞋子,确认了他身上没有追踪器或者监听器,才站起身,随口道,例行搜查而已。 苏瑶放下双手,对着身后的男人说,把车开远点,我下巴往他身上一点,他叫什么?阿四。 怎么?Madam看上了,苏瑶一边答着,一边往屋里走去,我轻笑一声,连名字都差不多,你们有钱人挺爱玩替身这套,他身形顿了顿,再开口,语气却不太轻松,别把我跟陆文生这人渣相提并论,我不会专门找一个替身,然后折磨他两年。 阿青,我可怜你,被折磨得越来越不像个人了,纪青是我的真名,当了卧底之后,时间所有能找到的。 纪青,档案里的照片,全都变成了一个去世多年的女警。 而真正的寄青我本人,被包装成了在烟花柳巷之地摸爬打滚长大的唐婉,有钱科,是混社会的好料子。 我抱着双臂,靠在墙边,笑了笑,托你的福,苏瑶脸色更难看了。 我装作没看到,继续说着,所以大小姐专门回来救我,那你倒是越来越像个人了,苏瑶姿势嫌熟地点燃一根女士烟,缓慢地吐着烟圈,我不回来,你打算怎么办,继续跟她耗个几年,你连人身自由都没有,能干什么事。 我静静听她说完,伸手挥散了面前飘舞的烟雾,刻意避开这个话题,陆文生有没有怀疑你?苏瑶不屑道,她能怎样?富豪山庄是我家的产业,监控早就掉包过了,不过倦养两年的金丝却飞走了,她倒是气疯了,门口的保镖一人断了一条腿, 我走上前,抽走了她嘴里的烟,扔在地上,斩灭,随后淡淡倒,那就好,送我下山吧,学点好的,别学江寺那个烟鬼,苏瑶没有反抗,有些猝不及防,不只是因为我拿掉了她的烟,还是因为我提到了江寺,她只是愣着,看起来有些乖,你下山,能去哪?东城到处都是陆文生的眼线,这你就别管了, 我严谨一该地道完,转身欲往外走,却被苏瑶一把抱住手臂,她近乎哀求地看着我,全东城谁不知道陆文生做的生意,你要的情报,我也能帮你弄来,你知道的,对陆文生耍美人计,我比你更合适,她说的是对的,但眼睁睁看着她掉进豺狼坑里,我做不到,我换了一副口吻, 郑重地对她说,谢谢你救了我,以及,离陆文生远一点,不要跟她周旋,连试探都不要,还记得当初你在这里许下的愿望吗? 瑶瑶,永远做工,主吧,我看着苏瑶的眼睛,仿佛回到初见那年的春天,她漂亮的眼睛,弯起,像清凌凌的春水缓缓荡开,而现在,这双眼睛,现在却近乎哀求地看着我, 她颤抖着哽咽开口,我知道,当年要不是因为我,阿四就不会死,所有线索也不会断掉,你也不会白受两年的虐待,她伸手俯上了我侧颈的烫巴,姐姐,让我赎罪吧,苏瑶直到最后都没有送我下山,临走前,她递给我一部全新的手机以及配套的物件,朝我眨了眨眼,仿佛刚才的争执不曾存在, 我冷冷地看着她,并没有接过,山上没有电,这手机撑死也就只能用个两天,苏瑶不以为意地笑了笑,两天足够了,我拧着眉,忍无可忍地伸手一拉,一个琴拿术将她双手反身扣住,另一只手习惯性地摸手铐,却摸了个空,苏瑶, 你别玩这种角色扮演的过家家游戏,万一暴露了,砍手砍脚垫以抽盐水灌辣椒,你能扛住哪一个,没等苏瑶开口,那个叫做阿四的男人已经冲了上来,她体型健说,被囚禁两年的我,身体素质与力量方面远远不如她,她甚至没有动粗, 只是伸长胳膊,紧固着我的脖子,便足以让我难以动弹,苏瑶深深看了我一眼,你忘了,我就是用这种过家家游戏把你从陆文生手上就下来的呀,阿清,郡归山凶险,哪怕你跑到警局门口,说不准下一秒就被她的人给带走了,你就守着这部手机,等我两天,我一定帮你们把事情做成,苏瑶下山了,除了那部手机, 她还留下了一个袋子,我翻了翻,是一些婴儿湿巾,两套全新的衣服和几条一次性纯棉内裤,看来是早有准备,我一口气探到底,抬眼望了望日光,刺得我眼睛酸涩,简单擦拭了身子,换过衣服后,整整一天,我都守着那部手机,手机并没有装森卡,不过除了拍照等基本功能,她还有一个远程连接着监听, 我将手机放在头顶,整个人躺在榻上,闭目等着,直至头顶处终于传来沙沙的电流声,我心脏一紧,近乎本能地平住呼吸, 哐哐哐,是苏瑶辨识度极高地踩高跟鞋的声音,闻声歌,还在生气吗,是苏瑶甜腻腻的嗓音,对面沉寂片刻,好一会儿才开口,声音冷沉,出去,我威亚,陆文生的态度竟出乎意料地冷漠,闻言,苏瑶也没了几秒,随后轻笑道,陆文生, 为了一个又脏又破的玩具,也值得你对我这样,昨晚还气定神闲地看着我折腾她,今天就在我面前,眼情不知所起,而一往情深这种戏码,你也太会欺负我了,千万别告诉我,你对她动心了,陆文生也笑了,哪怕语气平静, 我也大概能想象出,她没见音质的画面,既然走了,何必又再回来,你现在在我这里,跟一个死人没有什么区别,哪怕只是玩具,也是我花两年时间调教好的,而你一回来就把她扔了,我真的很失望啊,她声音漠然,说话的时候,还伴随着手指关节间歇性在桌面上扣动的闷响,苏瑶语气带了点讥讽,是吗? 为了一个死人,还专门抓了个替身来折磨泄愤,陆总该不会是有炼尸痞吧,说完,她又放软了声线,阿生,再大的气,两年也该消了吧,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手机里又传来高跟鞋的清脆声,应是苏瑶朝陆文生凑近了一些,我从国外顶级拍卖行带回来的,亚特兰蒂斯之心,全球独此一颗,象征着权力, 和爱欲交织,抵死缠绵,我苏瑶只看得上能站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男人,我喜欢你,陆文生,两年前是我走了眼,我们结婚吧,苏瑶这番话,字意又张扬,真诚且坚定,虽然无法得见她的表情,但我也忍不住暗暗撑道, 对于男人来说,这确实是个极品,勾人的妖精,然而陆文生似乎并不受用,她依旧毫无波澜道,是吗? 你知道晚晚还在的时候,我生气时,她是怎么做的吗?苏瑶这下尽了声,而我也捏紧了手中的手机,她会跪下,来,扶在我的脚上, 祈求我的原谅,就像一条温顺而忠诚的狗,永远都不会离开我,苏小姐,你能做到吗?空气中一片死寂,凉酒,苏瑶冷哼一声,活这么久没见过对玩具动真心的, 唐婉要真有你说得万般好,她现在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吗?我只是推了她一把,腿可是长在她自己身上, 陆文生,我话就放在这里,再让我见到唐婉一次,我就赶她一次,把我逼得没耐心了,搞不好我会杀了她哦。 话音刚落,又传来某种物体被狠狠放在桌上的声音,苏瑶轻蔑道,这块亚特兰蒂斯之心,就当我送你的小玩具了。 苏瑶的脚步声远去,随后是重重的摔门声,过一会儿,手机里突然爆发着, 听出近乎震耳欲聋的剧烈声音,像是一堆物件被七零八落地扫到地面上,我心下一领, 看来窃听器被苏瑶隐藏在了陆文生办公室的某个地方。 很快,有人敲门进来,恭敬道,陆总,陆文生声音沙哑得可怕, 人找到了没,抱歉陆总,还没有,陆文生沉默了一会儿, 蓝湖集团王董的那单,处理好了吗?匹配的肾脏不好找,目前还在配型中, 陆文生顿了顿,语气云淡风轻,却不言狠利,用他亲侄女的试试, 可是苏家那边,让下面的人做干净点,别露马脚,成功了就把他关起来, 养个几年继续摘,钱金贵女的东西总归更值钱,是,出去吧,顺便把这垃圾也带走, 我浑身冰凉,目自欲裂,蓝湖集团的王董事长,其亲侄女正是苏瑶, 我没空细想为何陆文生会对苏瑶起了杀心, 可眼下最要紧的是把苏瑶救出来, 按理说,没有,森卡也是可以拨通紧急报警电话的, 然而我尝试了许久,最终都因为无信号,以失败告终, 军归山凶险,没有车辆的情况下,徒步下山至少需要三个小时, 更重要的是,从军归山到去往事公安局的唯一一条路, 盘步着大大小小的悬派老档口,相比起高尖端的金灵集团, 这些真正混迹社会上的二五载才是大多数江湖情报的源头, 我毫不怀疑,只要我在周边现身, 不出十分钟就能被带到陆文生面前, 我私存片刻,最终还是换上最简便的一身衣服, 将手机揣进兜里,戴上耳机就准备动身, 然而天道不公,原旧阴郁的天空落下一个猝不及防的雷, 大雨倾盆而下,雨丝犹如千万条银蛇从天际垂落, 让山间本就崎岖不堪的泥泞路变得更加湿滑难行, 大雨中,我的视线受到极大的限制, 仿佛被困在一个无尽的恐怖梦魇中, 过往的一幕幕片段慢慢浮在脑海, 很多年前,我和江四也是在大雨中逃亡般地爬上了这座山, 那时的林中小屋,只是一个被荒废多年的猎户的临时居所, 木板腐朽斑驳,泛着一层诡异的绿, 屋顶破洞处的杂草丛生, 仿佛一个怪物在凝视着闯入者, 屋内腐烂潮湿的霉味, 泥泞污水中爬行的蛆虫, 以及随地可见的动物尸骸, 这样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 却是我和江四最初的安全屋, 刚混进玄派的那年, 金陵集团并不像如今这般称霸东城, 陆远早年仇家颇多, 其中一个帮派的头目因为生意纷争, 博弈失败,同陆远结下了梁子, 于是,此人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绑了陆远的儿子陆文生, 钱财不要, 只打算让陆远断子绝孙, 永绝香火, 奈何他高估了陆远的道德底线, 陆老头子象征性地开出几个条件, 发现绑匪油盐不尽后, 干脆两手一撒, 没再作何表示, 悬派上下流言纷纷, 有人说陆文生并不是陆远的亲儿子, 而是其发妻当年勾结也男人生下的野种, 还有人说陆文生刚出生时, 陆远请人算其命格, 竟算出个是父之下, 不论如何, 最终那群最看重, 江湖道义的古惑仔竟真的没在管陆文生, 只有江四, 带着我深入狄派腹地, 以一抵多, 就下了陆文生, 顺道结走了那位头目, 我和江四相识于幼年, 同在一家福利院长大, 然而在那里, 黑暗肆意横行, 强壮的孩子习惯了用暴力解决问题, 弱小的孩子则会成为表面温文尔雅, 实则变态贪金的院长的移动血库, 江四原本就是从霸凌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恶枝花, 烧杀抢夺的是他见得多, 干起来也得心应手, 而我总是紧紧, 跟着他, 替他料理身后的冷刀, 做他的后盾, 那时的陆文生倒还像个人, 被救以后依然有些惊魂未定的愣态, 江四将绑走他的狄派头目, 用铁链捆死在桩上, 使他直直地对着陆文生, 我仍然记得江四当时的眼神, 瞳孔漆黑深邃, 冷冽如刀, 像是深不见底的黑洞, 全然没有人类的感情, 他看着我, 将一把砍刀递给我, 语气冰冷, 你来, 我当然知道, 他是想我用这把刀, 斩断身上的枷锁, 突破道德的困境, 伸手的时候, 我只觉得手中的刀力重千斤, 直至转身对上陆文生的眼睛, 我望尽那一潭空洞的铜壶, 朝他勾唇笑了笑, 然后无视了绑匪苍白脸上堆满的恐惧, 手起刀落, 砍下了他的第一根手指, 听着耳边惨绝人寰撕心裂肺的尖叫声, 我却没有停下, 食指连心, 我砍尽了他十根手指, 将四面无表情地看完, 私底下却不动声色地攥紧了我, 攥得我生疼, 他拉着我, 转身故作轻松地对陆文生说, 小少爷, 还记得回家的路吗? 后来, 陆文生完好无损地回到陆远身边, 谁也不知道, 那些阴暗诡诀的想法是否已经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以至于他后来能冷酷薄情的设计, 害死自己的父亲, 而我和江四理所应当地被狄派追杀, 在一个雨夜逃进了军归山, 破露的小屋里, 他浑身湿了个透, 却像是要将我揉碎般地大力按进怀里, 他借着雨水不断地揉搓着我当初拿刀的那只手, 明明已经没有血, 他却依旧小心翼翼, 一遍又一遍地清洗着它, 江四的眼神变了, 像是由火焰燃烧, 痛苦又热烈, 短暂却永恒, 我努力咧着嘴朝他傻笑, 而他扶手, 抵着我的额头, 嗓音音哑, 乖宝, 不会再让你沾血了, 这是他的第一句承诺, 后来, 一切都发展得十分顺利, 陆文生阴暗生长, 我和江四借是青云直上, 成了他的心腹, 在后来, 与陆家商业联姻的苏家大小街留学完回国, 这是我们与苏瑶的第二次见面, 耳畔暴雨如注, 脚底一滑的失重感, 将我从思绪中拉了回来, 我咬紧了牙, 集中注意力继续摸索着下山, 同时频频巡视四周, 然而, 如此长的一段时间里, 静一辆途经的车辆都没有, 深山里湿冷彻骨, 耳机里却又响起了电流声, 我将音量调至最高, 竭力调整着心跳和呼吸, 好让自己能尽力听清监听器中的内容, 啊, 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尖叫声, 熟悉地让我心脏骤然宁紧, 你们要干嘛,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放开我, 你们要钱是吗, 我有很多钱, 求你们放开我, 嗯, 苏瑶的尖叫声越来越微弱, 随之响起的, 是一个流里流气的声音, 小妞, 虽然哥们爱钱, 可是把你放了, 陆总能要兄弟们的命啊, 不就是一颗肾吗, 你老实一点, 咱也不会让你太痛苦, 毕竟还要从你身上挖出更多宝呢, 诺, 这个破烂还你, 让你留个念想, 别说哥哥我不道义啊, 听到这里, 我大概已经知道, 窃听器很大概率被苏瑶藏在了那颗, 亚特兰蒂斯之心里, 我没有再听见苏瑶的声音, 他大抵是晕过去了, 我喘着粗气, 任由山野间历刃般的粗枝刀叶切刮着我的皮肤, 我却感受不到痛, 我只想尽快下山, 可是下山后又能去哪里, 要怎么把这部手机安全无恙地送到市局, 哪一位路人是我可以信任的, 我又该怎么找到苏瑶, 很多年前我挨过了那个极限, 可现在我却像是看到了自己的边缘, 我强迫自己打起精神, 时刻提防自己散架, 可如果此刻的我已经在悬崖上腾空了呢? 雨太大了, 东城十年来有下过这样大的雨吗? 我木然迅速地在山间穿行, 想要突破身体的极限, 不知过了多久, 耳机里又响起了人生, 我隐约能猜出那是一个逼子狭小的沉闷环境, 以至于我能将那声音听得无比清晰, 这次没有尖叫声, 苏瑶轻柔的声音平静又气哀, 像末日里最后的一弯清流泄过, 她说, 阿清, 你在听吗? 尽管我知道苏瑶听不见, 我依旧轻声说着, 嗯, 我在听, 苏瑶顿了顿, 随后是一些细碎嘈杂的噪音, 像是挣扎过程中发出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 她叹了口气, 声音慢上了哭腔, 姐姐, 我好害怕, 别怕, 我默念着, 我会死掉吗? 无望在我的沉默中蔓延, 不过, 我其实也没那么怕死, 我想阿四了, 最近做梦, 总是能梦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说起来, 我这条命还是她给的, 最后却因为我, 害了她的命, 求你别说了, 我木然地想, 雨渐些渐小, 我仿佛能透过薄薄的雨幕再看一遍, 十五年前的那场初遇, 那些曾经在我梦里模糊不堪的场景, 砖石破碎的墙面, 弯曲狭窄的好, 长方形的暗沉的天空, 以及隐隐约约的啜气声, 那时的我和江四刚从噩梦般的福利院逃出来, 没有固定的安全居所, 为了寻找食物, 我们如幽魂般游离在东城的每个角落, 直至荡道老街, 听见巷子深处有哭声传来, 江四让我站在原地不要动, 我向来狠听江四的话, 犹如羔般天然的依赖, 我点了点头, 站在原地等了一会儿, 便看到江四拉着一个满脸泪痕的女孩跑了出来, 她的身上有血, 快跑, 江四朝我大声吼着, 我瞪大了眼睛, 几乎是本能般的拔腿就跑, 直到跑到了安全的地方, 我才来得及仔细看那个女孩的脸, 小时候的苏瑶有一颗精致饱满的鹅蛋脸, 清理中添了几分天真娇憾, 可那时的我不懂这些形容词, 只知道, 这个女孩很好看, 身上的衣服很干净, 她哭得通红的眼眶弯了弯, 像是春日里缓缓涂蕊的山茶花, 乃生乃气道, 我叫苏瑶, 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 在我和江四被养父母收养之前, 苏瑶成了我们的长期饭票, 被收养之后的日子好过了很多, 我们吃饱穿暖, 还能读书, 虽然从那之后, 我再也没见过苏瑶, 那对夫妻把我和江四视为一双儿女, 却从来不会要求我们改口以兄妹相称, 直到有一天, 养父在饭桌上满面春光地笑着说, 他从朋友那里得到一个能出国赚钱的机会, 以后会努力让家里的日子变得更好, 养父离开的那一天, 他提着两个行李箱, 微微弯着腰, 跟江四平视, 然后语重心尝道, 爸爸不在, 你要保护好阿清, 等爸爸回来, 会给你们带很多东南亚的好吃的好玩的, 江四点点头, 虽然我知道他根本看不上那些吃喝玩乐的小玩意儿, 然而, 养父这一走, 自那之后便再也没有回来, 音讯全无, 下落不明, 养母从最开始的忧心忡忡, 到成日流泪, 再到最后的心衰去世, 所有悲剧, 从开始到结束, 只过了堪堪一年, 几年后, 我和江四一起考进了警校, 再次见到苏瑶, 江四蓄了一身的力气, 他将苏瑶的墨镜扯下, 捏碎, 用锋利的碎片, 抵着他脖梗处的大动脉, 沉声警告道, 你这条命是我救的, 而他只是灿然一笑, 漫不惊心道, 你们在怕什么呀, 我巴不得你们赶紧把陆文生抓进去, 才不想嫁给他呢, 从那之后, 苏家大小姐莫名其妙成了我跟江四的小跟班, 但我却看得懂, 他眼里对江四暗藏的少女心意, 他管我叫, 姐姐却从来不喊江四, 哥哥, 当苏瑶问起我和江四是什么关系时, 为了稳住这个不稳定因素, 我只是看向别处, 轻声回答, 朋友关系, 几乎是请客间, 苏瑶的眼睛里堆满了星星, 那我是不是可以追他了, 风呼啸着在我耳边吹过, 耳机里苏瑶的声音又轻了一些, 如果当初我没有任性, 执意要闹着阿四陪我约会, 他是不是就不会暴露, 如果那晚我没有自以为是弟带你离开, 事情的走向会不会变得更好一些, 我也想知道, 如果富豪山庄的那晚, 我没有转身离开, 情况会不会变好一些, 至少, 不要像现在这般绝望, 姐姐, 还记得吗, 那年我悄悄跟着你和阿四上了军归山, 夜晚有流星划过, 我大声许愿说想当一辈子的公主, 从那以后, 你们就一直调侃我是小公主, 说到这里, 苏瑶似乎轻笑了一声,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公主都是用糖果, 香料和美好的东西做成的, 有些公主生来即代表冒险, 理想、智慧与无所畏惧, 姐姐, 你也是公主, 即便是死, 我也要拉着陆文生给我垫背, 所以姐姐, 我先替你去探探地狱的虚实, 头顶是愁厚的乌云, 脚下是缠绕双足的藤腕, 眼前是望不到头的密林深山, 耳边是苏瑶的最后一句, 再见, 下一秒, 我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 听到风声骤然呼啸而过的声音, 听到几个男人惊讶的叫骂声, 接着是轮胎猛烈摩擦的尖锐刹车声, 最后, 是类似于金属和塑料强烈碰撞的沉闷巨响, 那种振战从耳边窜到脚底, 直通心脏, 我脚一滑, 直接跌下滑坡, 什么时候呼吸对我来说, 也变成一件难事了, 我的心跳似乎逐渐减缓, 犹如被冰冻的湖水, 灵魂正被不可名状的力量抽干, 一种难以言喻的绝望和无法挣脱的宿命感又涌上心头, 好疼, 五脏六腑, 皮肉骨骼, 全都疼, 为什么一个个都离我而去了呢? 我还有那么多话没说完, 白昼沉沉, 我忘了我是怎么下的山, 再往前走几十米就是公路, 有车飞驰而过, 我犹如行尸走肉般地跪在灌木丛里, 极力掩着自己的身形, 而后拨通了那个紧急报警电话, 铃声只响了一会儿, 就被接了起来, 是接警员一声清脆的, 喂, 我紧紧捏着手中的手机, 嗓音音哑, 我是纪青, 警号5786666, 我已掌握金灵集团头目陆文生的重大犯罪线索, 包括其蓄意杀人, 组织器官买卖, 证据地点位于军规山下, 避水路与北桓一路交汇处, 靠山一侧的指示标底处, 挂断电话后, 我将那存储着录音证据的手机 埋进了指示标底下的泥土里, 做完这一切后, 我起身, 四肢酸软, 身体冰凉地走去马路的另一头, 才堪堪拐了个弯, 便陆陆续续有好几辆摩托车围了上来, 有人仔细打量着我, 有人直接拿起手机拨通了电话, 没过一会儿, 一辆黑色的商务车就赶到了, 陆文生从车上下来, 眼底深沉沉, 气场冷冽又危险, 我抬起眼, 平静地跟他对视着, 扯着嘴角露出一个虚弱的笑, 陆文生的脸色果然略有松动, 他上前一步挽住我, 眼神晦暗, 柔声道, 我不在, 你就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 他抬手替我擦拭脸上的污渍, 回来吧, 乖乖, 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 所有伤害你的人, 我都料理好了, 车上, 我偏头看着窗外, 心里计算着警车赶到证据地点的时间, 陆文生将我搂进怀里, 任我将他昂贵的西装弄脏弄乱, 好一会儿, 才隐隐听到远方传来的警铃, 司机十分谨慎, 他有些迟疑地问, 陆总, 警察在后面, 会不会是因为苏小姐的事, 陆文生漫不经心地把玩着我的手, 跟我食指相扣, 他语气淡淡道, 一点小事都办不好, 一群废物, 绑了他们的一家老小, 让办事的那几个顶锅认罪, 他逆了逆内后视镜, 看着镜子里的司机, 你亲自去办, 是, 将证据带回事局解析,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司机发现那辆警车并非冲着他们而来时, 紧绷的身板肉眼可见地放松了下来, 陆文生抬手, 搬正我的下巴, 逼迫我抬头同他对视, 他笑了笑, 怎么不说话, 还在生我的气, 我从上车起, 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沉默, 他也不泄气, 只是自顾自地说, 那天晚上只是是你一事, 你就赌气跑了, 傻女人, 这么爱争风吃醋, 只是听到这几个字, 我就有些反胃, 哇, 真不要脸啊, 我想, 他到底是怎么能理所应当地, 摆出这种残忍无知的上位者姿态的, 我被恶心地有些禁不住发笑, 他皱了皱眉, 笑什么, 我怜起笑意, 目光温柔地看向他, 文生, 带我回家吧, 当然要回家呀, 比起其他地方, 陆家是警方最容易抓捕陆文生的地方, 那座地下室, 和我身上久未退去的伤痕, 是指控陆文生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的最好证据, 而陆家唯一的禁地, 不允许任何人进入的地方, 他的书房, 存储着金灵集团所有的重要内部文件, 包括犯罪计划, 洗钱途径, 各种不法交易的细节, 及其上加下限等, 还有什么地方, 比陆家更合适呢? 文言, 陆文生凑近, 亲了亲我的额头, 语气, 轻慢且温柔, 好, 晚晚, 回家了, 就不能再走了, 陆家, 陆文生将我打横抱起, 一步步踏上楼梯, 准备去浴室, 替我清洗一番, 他聊起我的上衣时, 楼下突然爆发一阵喧嚣, 管家跌跌撞撞地跑了上来, 上气不接下气地失声喊着, 先生, 来了好多警察, 他们就在楼下, 出示了拘捕令, 已经把家里包围了, 陆文生眼神一凝, 下一秒攥住我的手腕, 将我拉出了浴室, 夺门而出的那一刻, 我听见许多铿锵有力的脚步声, 从楼梯自下而上地传了过来, 陆文生将我带到了书房, 反手锁上门,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 他也不忘在我脸上狠狠捏一把, 他沉着脸, 却用着安抚性的语气说道, 不要怕, 说完, 他转身跑到书桌前, 从抽屉里掏出两把枪, 十分迅速地将子弹装上, 然后将其中一把递给了我, 会用吗? 没等我开口, 他又笑着低声道, 我忘了, 你是会的, 还记得当初你是怎么杀阿诚的吗? 晚晚, 你不知道那样的你有多性感? 阿诚, 就是当初僵似在玄派里的伟名, 当年, 陆文生刚接手金灵集团, 为了迅速在集团内部立新少主的威风, 他联系上了金三角最大的走私团伙, 希望能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为了表达诚意, 陆文生会亲自出面第一次交易, 那是一次最佳的收网时机, 双方出发会面之前, 江四将伪装成普通扭扣的微型摄像机, 别在他的西装制服上, 从他的角度, 能清晰完整地拍下整个交易过程, 我则在鞋子里放置定位追踪器, 一旦到达交易地点, 警方便能实时追踪, 将双方一网打尽, 然而出发前, 远在斯里兰卡度假的毫不知情的苏瑶, 却一连着给江四打了十几个电话, 见无人接听, 他便发了两条短信, 我明天就回国了, 可以约你吗? 一旁的陆文生自然是看到了, 他只是笑了笑, 拍拍江四的肩膀, 云淡风轻地说了句, 你胃口倒挺大, 谁的女人你都敢碰, 接着, 江四被一帮打兽拖进了一个房间, 起初, 陆文生只是想给他一些教训, 直到其中一个手下出来, 将那枚微型摄像器递给了陆文生, 我被陆文生带进那个房间的时候, 江四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 陆文生拿枪抵着我的脖子, 面上温润地笑着, 语气却森然, 真是让我意外啊, 阿婉, 你猜猜他是谁, 我盯着江四那面无表情的脸, 他的眼睛里只有冰冷和死寂, 完全没有一点活人的情绪, 像是一尊沉在黑暗里的冷酷雕像, 尽管如此, 我依旧能将眼前的人和记忆中那个意气风发, 眉眼桀骜很利的少年江四重叠起来, 我眼里蓄起恨意, 咬着牙道, 劈腿地见人, 陆文生洋装惊讶, 这家伙是个警察, 你居然不知道, 我瞳孔骤然睁大, 一脸惊恐地看了看他, 又转头看了看江四, 短短十几秒, 我用尽了毕生最大的演技, 陆文生沉默地看了一会儿, 江底在我脖子上的枪递到了我面前, 他严谨一概, 一如江四当年说的那两个字, 你来, 我有些恍神, 怎么办, 将子弹打在自己身上会怎么样, 底下就是万丈深渊, 如果江四注定坠落, 那我也不想安全着陆, 阿婉不会用枪吗, 我教你, 陆文生没有给我太多犹豫的时间, 他将手掌附在我略微颤抖的手背上, 将那把枪对准了江四, 江四抬起了眼, 他看着我,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对视, 透过眼泪, 苦水和肮脏的空气, 我好像回到了君临山那个凄冷入骨的雨夜, 江四搂着我, 吻着我, 深深注视着我, 眼里尖兵消融, 有点点星火, 我永远记得, 那是他的第一句承诺, 乖宝, 不会再让你沾血了, 扳机扣动, 枪声响起, 我沾上了江四的血, 陆家书房里, 我接过陆文生手上的枪, 朝他挤出一个惨惨的笑, 我们会没事吗? 陆文生淡淡道, 没事, 再撑一会儿, 我们的人就到了, 晚晚, 手好窗户, 知道吗? 我点了点头, 陆文生很满意地点了点头, 乖孩子, 他握着另一把枪, 一步至电脑前, 迅速清除销毁着电脑里的犯罪证据, 与此同时, 门外的警察在持续破门, 伴随着用喇叭扩音传进来的试图谈判的声音, 然而陆文生的书房门采用的是最尖端的构造, 短时间内难以从外部突破, 而密码也只有陆文生本人知道, 因此, 在特种警察破窗而入之前, 这四四方方的书房就成了我的审判场, 砰, 密闭空间里的枪声震耳欲聋, 我手中的枪发射出的子弹迅速刺穿空气, 打中了陆文生操作鼠标的那只手, 等他反应过来想要拿枪时, 我已经用连续两颗子弹刺穿了他的另一只手臂, 我急步上前, 将桌上的那把手枪握在手里, 顺势抵在了他的头上, 陆文生显然是痛苦的, 他脸色惨白, 神情中罕见地流露出一丝脆弱,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淡淡道, 文生, 打疼你了, 可别怪我, 而他脸上的不可置信和迷茫只存在了一秒, 很快他就整理好表情, 从胸腔里发出一丝戏谑般的闷笑, 太惊喜了, 训养了两年的狗居然还是一条狼狗, 晚晚, 原来你还是有点硬骨头的, 我抬起另一只手, 在陆文生的耳侧又开了一枪, 他应激性的耳鸣, 眉头狠狠皱着, 依旧没有闭嘴, 我想起来一件更有意思的事, 两年前你亲手打死的那个阿诚, 也是跟你一伙的吧, 那种感觉怎么样? 晚晚, 我生生抑制住一枪崩了他的冲动, 如果只是要他的命, 那么曾经的我和江四有无数的机会杀了他, 死一个陆文生, 对于他背后的黑恶势力来说, 不过是换个头目罢了, 金灵集团的背后, 是无数条盘根错节, 向深渊延伸的黑色产业链, 是密密麻麻活在阴沟里的社会蛀虫, 将它们连根拔起, 铲除干净, 环冬成一片和清海燕的盛事, 才是我们卧底多年的真实目的, 我仰手, 面无表情地狠狠扇了他一耳光, 紧接着伸手撬开他的嘴, 将枪管硬生生地塞了进去, 我看着他, 语气冰冷道, 你怎么敢用这种语气提起他的, 陆文生姿态狼狈, 眼角却依旧弯着, 目光一寸寸下移, 试图再次将我看个遍, 该死的剑胚子, 我也笑了, 另一只手将枪往远处一扔, 指尖掐进他手臂上的枪伤里, 用力搅动翻滚, 几乎要将他的血肉挖出来, 笑吧文生, 在你被执行死刑之前, 还有很长一段折磨时光要熬, 趁现在就多笑笑, 陆文生终于笑不出来了, 他痛苦地倾金抱起, 额间渗出了汗, 大批持枪的警察, 破门而入的那一瞬间, 我松开了他, 我退后几步, 看着同僚为陆文生戴上手铐, 我像是累极了, 精神一下子松弛下来, 眼皮沉沉, 快要站不住, 恍惚间, 好像有人朝我敬礼, 郑重地说道, 辛苦了, 同志, 陆文生被捕之后, 警方解析了他电脑里的重要文件档案, 并针对此连夜成立调查团队进行证据分析和审讯工作, 经过一系列的法律程序, 最后一审判决认定, 陆文生犯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故意伤害罪, 强迫交易罪, 寻衅滋事罪, 聚众斗殴罪, 非法持有枪之罪, 恕罪并罚, 依法被判处死刑, 其违法所得, 即利用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 获得的收益依法悉数追缴, 没收, 此外, 由于他电脑里的内容过于轰动, 东城警戒同时与其他执法部门, 情报部门, 甚至国际刑警组织合作, 共享信息和资源, 共同打击东城本土, 以及与本案相关联的跨国犯罪集团, 将大片黑恶势力网连根拔起, 陆文生被宣判死刑的那一天, 东城层层阴色的乌云被风拨开, 露出了湛蓝的底色, 澄澈清明, 而我却没有去到庭审现场, 因为那时的我, 正站在医院门口, 对着手上那张宣告着我生命终结的诊断单发浪, 癌症, 是晚期, 医生说, 放弃治疗的话, 最多还能活三个月, 然而, 三个月对我来说, 还是太长了, 在警局成立完辞职书后, 我去了东城最大的墓园, 苏瑶就在那里长眠, 我细细看清了他墓前的小字, 只有一首诗, 请不要在我的墓前哭泣, 我不在那里, 我没有睡去, 我是扬起千千变变的风, 是雪地上闪烁的钻石, 我是照耀在金色麦芒上的光, 是秋天轻柔的雨, 请不要在我的墓前哭泣, 我不在那里, 我没有离去, 我漠然良久, 最后轻轻放下一束白山茶, 我还在这里, 忍受孤寂, 你却以自由, 我听风雨, 生命最后的那段时光, 我买了一张飞往冰岛的机票, 过往的无数个盛夏里, 我躺在江四怀中, 同他讲冰岛极光, 讲曼哈顿玄日, 讲我小小的梦想, 和一些琐碎浪漫的日常小事, 江四大多数时候, 神色温柔地默默听着, 偶尔伸手, 替我撩去耳机的碎法, 然后恰到好处的, 恩一声, 表示他在听, 东城日暮的余晖映在他的脸上, 这是我最温柔浅犬的爱人, 可惜, 那样好的从前, 我们都回不去了, 阿四, 我说了这么多, 你最想去哪里呀? 冰岛吧, 为什么? 你不是说那是世界的尽头吗? 于是, 我真的来到了这里, 连带着江四那份一起, 踩过世界尽头的钻石沙滩, 临过雷克亚魏克的阴雨, 拾过沙利间一散的钻石冰块, 看过夜幕下显隐的灯塔, 最后, 我躺在维克镇的黑沙滩上, 在漫天远古璀璨的恒星与北极光下, 灵魂悠悠唱起了安乐歌, 我走得有些累了, 想要睡一会儿, 江四, 等我醒来, 我们重新认识, 我知道, 我们只是离别时间长了一点, 万事有轮回, 以我终会重逢, 恍惚之间, 我仿佛又看见那个少年紧紧攥着我的手, 带我跌跌撞撞地跑出东城的骇人黑夜, 他回头看我, 眉眼温柔, 我尽力却看不真切, 为什么看不清呢? 眼泪终于从我眼眶一出, 不断滑落, 季青啊, 想不起阿四的脸了吗? 失去意识之前, 我最后想起了江四曾经为我唱过的那首歌, 他们住在高楼, 我们躺在洪流, 不为日子皱眉头, 答应你, 只为吻你才低头。